Wendy,最近許多人都在問到底什麼是Train Tram? What is it? 歐洲軌道系統很發達,但也有許多傳統火車等服務 漸漸的未能適合當地都市發展與交通需求 目前在歐洲正在興起一種複合式運具,叫做Train Tram Tom Tom 火車與輕軌分別使用不同的電力、通訊與耗製系統 而Train Tram是一種跨界的複合式運具 不但可以走在傳統火車軌道 又可以進入市區、穿梭大街小巷 自動在兩種電壓、通訊與耗製系統中切換 傳統火車雖然可以有較高的速度 但要在市區穿梭 Train Tram必須要加速快、減速快 時速也可以高達100公里 如此可以增設更多車展,提升口即性 傳統火車的爬坡能力為2.5% 但Train Tram很厲害 甚至有的車款可以達到傳統火車的4倍、10% 為了比市區輕軌電車服務更遠的距離 Train列車的轉向價有類似火車的避震系統 較輕軌高、但也更舒適 車速也可以更快 同時會使車內有部分地板較高 市區輕軌電車是100%低地板 而Train列車則會用座椅收掉部分空間 低地板的空間大致為78%以上 還有一輛車具有不同高度的兩種車門 也有全車高地板的Train Tram列車 缺點是在市區的車站會較高大 但優點是行駛於原油火車站 月台不需再調整 而列車轉彎半徑25公尺 即使兩列車組合也能靈活地進入市區融入市民生活 Train列車可以是三節、四節、甚至五節 一列車可搭載200至300人 最多可以三列車組合一起營運 這樣一列車組就可以服務最高達900人了 相信現在的您已經很了解Train的特性了 接下來,如何將Train運用在合適的場地 需要有創意的您,一起來參與 我是Wendy 我是Sigrid 如果你喜歡以上這段影片 別忘了按讚喔 SOMSTOP